好,今天又是政治talk,世界觀 近來很熱,這個關於普羅西美國三大把交椅訪台灣轉訪 即是很偷偷數數地訪問台灣 首先,外交部發了六宗罪 背信棄義,嚴重違反美方在中美三國聯合公佈中所作承諾 淺立法治,第二點就是淺立法治,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這一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的公認和國際關係基本順則 第三,破壞和平,當前台海局勢緊張的根源是台灣當局一再企圖以美謀獨 而美方一舍有意搞以台制華,干涉外政 貝洛西一直把反華仇華當作政治形身,粗暴干預中國內政 接著就是政治操弄 貝洛西所作所為是打著民主的紡紙,侵犯中國主權破壞中國穩定抑制中國發展,赤落落政治操弄 以權謀私美國媒體報道指出,美國中情選舉將自民主黨入退勢 貝洛西網圖遮打台灣牌,獲得政治加分留下所謂的政治遺產 所以你看到,美國政治被國外交和美國信義再一次破產,注定要被世人所退氣 被歷史掃進垃圾堆,因為美國現在窮,沒有錢 這是人民日報香港發出的 然後你看到,還有美國,巴士的步提出 之前美國說我們國家中國就有些不透明,火箭、長征飛了上去 又不公布分享那些資料 但我們國家跌下去都是自己的海域或者公海那裏 完全不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 實物共海,你看美國SpaceX,SpaceX,跌下去澳洲和太空廢物 所以說這麼多話,我們還未出聲,對吧 我應該會出聲,跟你說 但在公關的關係,我們應該會出多點聲 用這個軟實力和這個滲透,其實我相信我們國家要做多這些軟實力和宣傳 為什麼美國會這麼強大,就是因為你用電腦就是Windows,Intel CPU 那些東西,看電腦有荷里活 所以它刺激密化就洗了我們的腦 所以很多軟實力方面都會強 我們國家要追,就是追著軟實力 所以有些孔子學院,或者其他東西都是一個軟實力的表現 之後就可以慢慢去年輕一代那裏的抖音 那些是好的,就是技術 之前我都不太認真喜歡我們自己的國家 因為之前看得多一些香港的媒體洗腦 那些很多黃絲媒體 這樣就影響很多 但是最近我越來越愛國 之前我本身有 就是那些大學 有讀過英國文學那些東西 他有去過外國 都比較喜歡西方文化的開頭 但是慢慢你去出國國 多數人就會去外國的 這個很正常 因為速度就會看到原來中國很好 慢慢你就會覺得 對比回中國不錯 很多東西都好 因為很多未出國國的人才會不愛國 其實我看到這個是普遍的現象 身邊的朋友出國多數都愛國 因為他們出國願意去嘗試新的東西 不會只留在澳門或者香港 他們就看媒體 所有信息都看媒體 他們不知道 所以出國國呢 還有那些人就會 很願意去回內地去看內地的發展 除了去外國之外 也會去內地 所以出國國留學的人 多數會去回內地 所以他們會比較愛國 因為有這個親切感 有這個 應同感 因為他們去外地 又用支付寶 微信 覺得很方便 那些付款 然後其他東西都很方便 就搞定 所以就會令到 他們有這個歸屬感 所以很多未出國的人 他們的性格比較喜歡留在一個地方 所以不去內地 也不去外國 就是看媒體 所以西方媒體就會有很多假新聞 就洗了他們的腦 變得他們就 很多時候就 相信在內地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覺得不好 但是西方媒體不會說一些好東西 外國的東西說得很好 所以他們 香港 19年暴動的事件 就這樣出現 如果去外國留學 那些應該不會這樣做 少部份會這樣做 去外國留學 那些就會 起碼雙面一點 會圓滑一點 不會這麼去反對 我們國家那些 這個很重要 然後 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都說到 現在我們中國不是一百年前 不會被人欺負到這個對 國家的強大 所以這些強大 真的是一個軟實 很多有華為、洪夢系統 有US、龍芯、CPU 我現在全部都用這些國產的東西 自己會強大了 那你就會令到我很喜歡中國 因為自己有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中國要發展多些電腦 周邊配套、電話 現在強大了小米 所以外國人都會用這些小米 華為、UOS、龍芯、CPU 不用用Intel、AMD 用國產顯卡 那令到外國人覺得沒有這些東西不行 現在外國就是這樣 因為有那些什麼Google、Facebook 每個人都用這些Twitter 搞到他們好像離不開 那如果中國有這些輸出 就會好很多的 那些軟實力 那些文化的 令到他們喜歡這種文化 在無形中的侵略 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一個好處來的 可以鞏固那個國家的軟實力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越來越愛國 就是因為中國強大了 有些科技 令到我周時都會用 各產CPU 各產OS 各產軟件 那些很方便的高科技 高鐵 支付寶 那些很方便去用 淘寶 又方便 還有龍心CPU 那些 令到外國 這些是很重要的一點 而且國家方面 著手都很重要 美國就是這樣 要盡他們 搞定 然後 我們國家 貝洛西 台灣的時候 他不會做一些攔截 或者做一些 軍事的動作 其實 很多人覺得 是 比較 不是那麼好 就是軟弱了 但是其實不是 我相信國家 他有長遠的戰略 目光 你看他現在開始做一些反制 一些制裁 其實是被一些 直接的軍事衝突 跟美國這個大國 更加沒有 沒有好處 因為我們 主要都是想統一 和平統一 或者統一 台灣 因為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 台灣是省 所以都是我們中國 那 現在這樣做得很好 那些美國佬 根本全世界都承認 那個三國聯合公佈 和一個中國的原則 全部都承認 所以沒有問題 我們作成作離 之後 等他走了之後 我們再慢慢 去做一些軍演 和一些經濟制裁 一些反制 對美國 或者對台灣 那邊 其實這樣 做一個圍著台灣的軍演 令到台灣慢慢感受到壓力 然後人民就會慢慢覺得不穩定 慢慢自然就會對出眾統一方面就會加快和平 會統一 或者就算不是和平的統一 但也可能會有出眾的效果 其實很好 這個政策 國家絕對不會軟弱 國家的政策十分好 令到不需要和兩個大國 如果是做一些大國的戰爭 還有核大國 其實很危險 你看到俄羅斯 特別軍事人 和烏克蘭 都是一個大國 一個小國 或者一些 去中東那裏都是 有這個默契的 其實 那 代理政就OK的 俄羅斯現在 和烏克蘭打仗都是 一個大一個小 不會那麼大的 那 很多人覺得 不直接的軍事行動 沒有那麼好 和美國 直接抗 沒有那麼好 好像軟弱了 但其實不是 現在你看到制裁 覺得 國家制裁 這個貝洛西 好像不是那麼強 沒有什麼作用 但不是 你看到現在制裁 是很有作用的 實際上 因為 貝洛西的老公和兒子 其實在中國 很多生意 甚至新潮文 這裏都有說 引致新潮文 中國有了 香港很多股市 上市的公司 之前2008年 貝洛西說 不支持北京奧運 然後他老公原來 在北京奧運 做一些接待外國人的車 他做這些生意 所以他其實在北京外國 中國 還有 香港的很多生意 制裁 對貝洛西來說 十分嚴重 對他十分打擊很嚴重 到時候他退休沒有錢 老公肯定會說他 沒有錢 現在少了很多錢 對於他的生意 有很大影響 所以這個制裁十分有效 現在外交部對貝洛西有這些制裁 之後還有對美國的制裁 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 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的初商機制會議 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及作 暫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 暫停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 暫停中美禁讀合作 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 所以這些都有效的 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反制 他們很多問題都出現了 到時候他的經濟更加不行 還有這個軍演 除了制裁美國 制裁北俄西 還有制裁台灣 反制台灣 經濟上和軍演 導彈全部圍完之後 全部都沒試過射穿台灣 在上面那裏 台灣島 台灣省那裏射過去 十分有效 越來越迫近他 跟1996年的軍演已經不同 越來越近 去到他水域 九個海里最近那個 所以 已經沒有所謂台灣中線和台灣海峽 全部都是中國的 台灣一向都是中國的 國民黨的時候 一些歷史的關係 自己霸了我們的中國島 所以是我們收回他的隨時的問題 因為根本是 政權被他霸了 他自己的非法政府 穿越了 第一次他穿越了台灣島 然後 已經是對貝勒西洋的 審訊 中國在世上 只有一個中國 我已經post了這些 在我的社交媒體那裏 去支持這個中國 我是中國人 這是英文版的 6Statly Scenes by Pelosi 訪問台灣 違反了三個聯合的公告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看看 俄羅斯 也支持這個中國 你看看 俄羅斯 我也支持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 是正義的 他是世界和平維護者 和中國是世界和平維護者 和美國的不同 看看 現在 俄羅斯 支持中國 有些東西可以分析一下 那譬如你看看美國那些外務部那裏說回 外交部那裏說回 我反問你譬如其他國家去美國 沒有得到你同意 還有美國是強烈反制強烈反對你來訪我的國家 不讓你國家不同意你來 但是那個國家不斷地不理你 還有第三把交椅坐著專機來到你美國本土 譬如說加州去到你加州那裏降落 你美國會怎樣做 你美國會用公視行動 只是怎樣做 你是一樣的 你美國承認我們中國是一個中國 即是我們中國領土我們不同意你來 你硬來 這些是不行的 你對比反對 你自己可以想到那個問題 即是 所以呢 我們國家有龍心CPU 現在有科技發展 有華為的熊蒙系統 有UOS的操作系統 可以不用用Windows 不需要用Intel AMD那些CPU 不需要用iPhone也可以 你看俄羅斯就知道 我們要有這些後備 雖然速度可能慢些 或者是沒那麼快 但是用的時候沒那麼方便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一定要有後備 如果不然呢 就很嚴重 因為俄羅斯 你看到俄羅斯 根本就是被人制裁 那 VSA卡也用不到 我們有銀聯 什麼都有後備 所以不用怕 還有俄羅斯呢 他是烏克蘭東部 烏東頓列茨克 凍巴斯 那些地區 大概 我不太清楚 還有東部地區 是被一些 叫做亞洲營的 厚納瑞主義那些 那些 那些叫做恐怖分子 可以叫做 是打一些俄裔的人 在俄羅斯東部 在那個烏克蘭東部先 俄羅斯先 是被人襲擊先 他先去做這個 採取特別的軍事行動 所以俄羅斯不是 主動挑釁 這個戰爭 是亞洲營 是烏克蘭去 支持亞洲營 亞洲營 是舉一些 納粹主義的旗 所以他 這些才是支持 納粹主義的 烏克蘭 那裡 那個政府其實 是一些演員 是一些小丑 是一些 西方的民粹的政府 一些政棍 現在西方的 那個 叫做 Demon Democracy Demon Crazy 根本不行 Demon 來的 Crazy 根本 不是什麼 根本是假問主 他 烏克蘭如果不去 加入這個 NATO 不是加入這個 NATO 不會去準備去 參加這個 部署核武 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根本就 不會有這個特別軍事行動的出現 所以問題 你可以看到 就很明顯 跟著 大家先等 先 跟著 就 跟著 你看到 美國做了什麼 在中東 做完那些事情 敘利亞 伊德克 以色列 有些國家 搞到 亂了 聯合國做了什麼 有 沒有 所以這個世界 是不公平 都是比較親 西方 很多 那些組織都是西方控制著 背後 一些猶太人 掌握著美國 西方控制著一些組織 國際組織特別實力 所以那些國際組織 你不需要太介懷 那些 美國的標準 西方的標準 不是一定很重要 那些標準是雙重標準 所以 不需要跟著外國 歐 歐 歐美 西方的標準 那些標準 根本就是 即是叫 flavor 是 對他們的人好 不會對我們其他國家好 還有 日本 你看到日本的 日本這個國家 比較陰險 少人一些 以往歷史 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包裝 其實食物不是太好 只要包裝控的 他們 倒了那些 黑污水 偷偷地 當台海緊張 都倒了黑污水 之後 竟然沒有 西方國家 會說 環保的問題 沒有人去 譴責 連那個 環保少女 瑞典的環保少女 都咬了 有這些 雙重標準 諾貝爾獎 那些不可信 那些什麼標準 西方的安全標準 那些環保的標準 你真的不可信 所以我的中指 就是 日本和美國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買 和不會用 那些貨物 還有電腦 我用了龍心CPU 笑心CPU 和景嘉美的顯示卡 GPU等 UOS的操作系統 不用Windows 還有什麼都不會用 外國 外國就可以用 歐洲我都可以接受 美國和日本的貨物 我不會用 我就只用 全部都用了 國產貨 就算核心的CPU 關鍵的東西 我都不會用美日貨 雖然慢一點 但一定要這樣支持國家 你看俄羅斯現在什麼情況 都是制裁 什麼都用不到 現在我用定是好事 後備 避免 一些國家安全 國人安全 都很重要 美國這個國家 就不斷地去改 干涉別國的內政 這個都出了名 其實我看到一些人覺得 很多東西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那些表演 美國歐洲 白人會喜歡表演 譬如去到另一個國家的飛機 去到另一個國家的飛機 好像 好像 有些人喜歡 攔截 打他 當場好像做租 很好看 但是後果 很有問題 好像俄羅斯 忍不住氣 有人打 烏冬 烏冬 那些俄裔 他要發動特別軍事行動 好像很威風 好做租 但是後果 六個月拖著他 還有 GDP 本身已經不及一個 我們國家的廣東省的GDP 現在更加慘 所以 長遠一點 我們中國有中國人的自餘位 不需要一定要動武 外國人就看得到 好像很好看 說羅斯很正 中國人好像沒有東西看 很軟弱 其實不是 我們一樣在做事 我們做的事情 不是做做 是實際的 比較實際的 但是就不太好看 就好像打拳 你不常打的東西 不好看 但是我們可能 做一些暗地裡的事情 或者一些 譬如其他人 可能做一些暗地裡的事情 下毒 或者一些長期 給他那些營養 吃那個打拳的東西 給少些營養 吃少些東西 不給他吃蛋白質 那他密修 不夠你打 之後 但是其他外國人 一拳打低他 鎖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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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很好看 分別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是一樣在做事 我們中國的智慧就是不同 真的厲害 其實傷亡又不需要 最減低最少的傷亡 不用打掌 多好 這個就是文化的差別 我們黃種人 中國人 和美國 和歐洲人 白人的差別 他們喜歡在一個 即時的結果 去做事 這樣做 是吧 那些西方 很難的 現在的政治 這個Demon Crazy 假民主 很多政棍 好像一個 剛剛講過 Clown 好像一些Clown 小丑演員 民粹主義太多 英國投票 投到獨立 公投投到獨立,根本是民粹子那些都不懂政治的人 我們國家就有精英去管理,沒理由用不懂政治的演員唱歌的隨便投票 這樣就亂了國家,不懂政治的人,現在西方很明顯 你看到他們的民主或假民主那些東西,已經是亂了 都不是那兩個黨,拿選票都不是為了國家,為了做鬧 浪費人力物力,浪費金錢,之後那些人不懂管理國家就是做鬧 為了拿多些票來犧牲其他東西,犧牲市民的福利 做鬧去其他國家挑釁,英國,你看到英國也是這樣 美國現在是這樣,然後很多民主的歐洲國家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很失敗的,政權有更替,根本不穩定 那些東西是推翻錢的,其實政府的合約完全不穩定 現在美國沒有可信之言的 然後你看到自由,根本每一個國家都不會有相對的自由 根本你有法律有約束的話,就不會有什麼所謂的自由 民主的那些全部都是假的,因為你有法律在那裡,對不對 所以總之你要外國支持自己國家就可以了 每一個國家都有法律,國安法什麼都有 所以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自由,還有每一個國家不同 你在中國可以隨家喝酒,你美國是相對自由沒有了 譬如你不能隨家喝酒,有些地方超市都不會去買酒 這些都沒有了自由,每一個國家的自由都不同 所以不會這麼說,有法律就沒有什麼自由 而且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法律和政策 所以中國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覺得太厲害了 現在是求同存異 但是美國就喜歡抗爭,不喜歡求同存異 覺得你耳類打壓你,這樣不行的 現在這個世界要求同存異,所以中國強強這一點 還有美國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主動去制裁其他國家的 但是中國不會主動去制裁,只不過是一些反制 美國制裁我,我才反制你,精準地反制 他不會謀言制裁的,所以你看到哪個國家是強大的 以及哪個國家講合約精神,契約精神和道義 現在大家知道 那開心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那已經知道西方的問題 台海局勢帶給大家一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開心跟大家講政治 西方的因為